各位好,今天要继续为各位来介绍Breadbury,这位诗歌作曲家的,他的一些很有名的圣诗 他的中文名字呢,我看过很多种,有的称他叫做白伯利,有的称他叫做布莱德伯利 就是看各位喜欢哪一种,我们今天还是称他叫做William Bradbury 那我们首先还是简单的来重新提一下,他是1816年出生,1868年去世 我们必须说他刚好就是在一个美国福音时刻的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 他可以说是带领的一个蜂巢 那我们简单的叙述一下,就是我这边特别提到有一个教会叫做Bordewin Street Church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要还是要提到他的师傅啊,他的老师罗马森 他在1827年时候搬到波士顿的时候,我们上次提过 他曾经,因为他在那边的那个风评啊,民生时代太好了 很多的教会都需要这样的一个音乐,教会音乐的人才 所以他曾经,刚开始的时候他担任了三个教会的师班指挥 那可以说是音乐主任啊,负责三个教会的音乐,甚至包括管风琴都有啊 那么就是这个马森,他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他有三个教会 每一个教会就轮流半年这样的 后来他在1831年到1845年的时候,他担任这个教会啊 Bordewin这个教会的职位,他就全死,他就几乎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这个教会里面 并且也在这段时间成立这个波士顿音乐学校啊 所以我们要特别把这件事情要重新记起来 那所以这样子就跟Bordewin把它连结在一起 因为Bordewin在1830年搬到波士顿 我们知道他那个时候还非常的年轻,才13岁 然后1833年他进入马森所开的歌唱学校 后来还进入这个波士顿音乐学校 然后最后他还进入教会的师班 甚至他还弹管风琴 你看他的,你看这个Bordewin他的音乐才华有多么厉害 事实上听说他刚开始 他在1830年13岁的时候搬到波士顿的时候 他才第一次知道管风琴是怎么样子的乐器 你看他很快就可以弹管风琴 并且这个谈管风琴呢 是有酬劳的 那个曾经有资料上面说 他在这个教会 他在马森的担任指挥的这个教会 他就谈过管风琴 当然谈的时间不长 甚至还领过酬劳 然后还有资料说他刚开始的时候还蛮抱怨的说是这个酬劳实在太低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个管风琴呢 那个阴酸什么都不是很好拔啊 所以他需要费很多的力气 所以他还要求要加薪了 但是后来这件事情不了了之 然后接下来就看见他受到马森的提拔 所以他1836年老到38年 他在缅因州的一个教会 然后1838年 他到New Brunswick这个地方 接下来1840年到1847年 他就在纽约 他在纽约 所以你看见这件事情是非常的特别 然后他还中间 后来他还有一段时间 他到欧洲去 这也是我们上个礼拜提过的 后来他回到纽约之后 他就仿校当初在波士顿的那个音乐学校 他就成立了这么一个音乐师范学校 音乐师范学校 而且跟他一起合作 就是他的师傅马森 还有Ruth George Ruth 这也是我们上次提到的 中间他还做过什么事情 他的兄弟开钢琴公司 他还跟他一起合作 除此之外 之后呢 他还成立出版社 这样出版他自己所创作的圣诗 可以说就是作曲家 还有加上波源的这种音乐工作者 好 那么我们就简单的为各位来介绍 就提到他的生平 大概就像这样子 我们接下来就提到几首 他蛮有名的诗歌 我们也是一样 上一次我们有提到这些歌 耶稣领我 耶稣爱我 我知道 如果我照我本相 赐福救主 兼顾磐石 这些都是我们最熟悉的 当然不止这一些 他出版了非常非常多本的这种福音诗歌本 非常的畅销 得到大家的喜爱 我们接下来 我们接下来首先来为各位介绍这一首 耶稣爱我 我知道 可以说是非常有名 是很多的主日学 儿童主日学好像必唱的歌 很多的信徒从小接触的第一首福音诗歌呢 可能就是这一首耶稣爱我 我知道 好 那么这首诗歌的作词者就是这位安娜瓦呢 这个作词者非常的不简单 好 那他的父母 他的父亲原来是在纽约呢 是一个非常有有名的律师啊 后来他们他的父亲去世以后 这个苏珊安娜安娜跟他的姐姐苏珊两个人呢 他们就搬到纽约靠近西点军校的附近那个地方 然后他们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他们在那个地方开放他们的家庭 开放他们住的地方 时常去招待关心在西点军校的那些军校生 去用实际的行动去关怀他们 为他们祷告 招待他们到家里面啊 所以他做的非常多像这样子的事情 那 那这个苏珊安娜 他本身是一位小说家 他写的多 写的非常多 非常有名的小说 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是畅销 那其中有一本小说呢 叫做Says and Sell 这个小说是什么呢 可以说是我们今天呢 就不大清楚了哈 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 在这本小说里面 他特别邀请安娜 在小说里面 为其中一个角色 他的一个情节呢 就写了这个歌词 就写了一段歌词 Jesus love me this I know 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 就是我们所熟悉的 耶稣爱我 我知道 因为有圣经告诉我的 这个 这一段诗哈 这一段诗 然后所以就放在那个 那个小说里面 那谁知道这个小说呢 所以 这看见这个小说 大概是在那个时候 也有很多人看到 里面的那首诗哈 竟然就传出名了哈 就传扬出来 那后来 William Bradbury 他就看了小说里面 就看见这首诗 他就觉得太感动了 他就把它取出来 为啥 谱取啊 然后把这谱取以后 就放在这本诗歌本 他所出版的这本 Gordon Shower 这个诗歌本里面 所以我们也看一下 他当初的手版的 这个诗歌本里面 原来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的模样哈 那么在这个里面 也是要让大家知道 这个副歌的歌词 Yes, Jesus loves me Yes, Jesus loves me Yes, Jesus loves me For Bible tells me so 这个哈 这个副歌哈 是作曲叫William Bradbury 自己加上去的哈 所以前面是那个作词加 原来的歌词哈 那后面呢 就是作曲让他自己 为了副歌加上来的哈 那这首歌可以说是至今 这个家喻户晓哈 那个而且都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哈 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我们知道美国主日学运动啊 在美国的教会发展上面 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啊 那所以就很多的主日学诗歌 就这样写出来啊 那William Bradbury 就是一位很重要的作曲家 在这一在这个方面啊 然后我们现在要来介绍 另外一种很有名的诗 诗歌哈 这首诗歌叫做耶稣领我 He leaded me 这首福音诗歌的作词作词家就是 他自己觉得他对于23篇里面 那天讲道完了以后 崇拜完了以后 他就到教会的一个执事的家里面去做客 彼此还继续分享这样子 那跟这个执事一起分享这些 讲信息的内容的时候 他就突然在中间他就觉得蛮感动的啊 他就随手拿出笔来啊 可能就是他讲到的讲稿的后面的 翻背面 他就随手就写了这首诗啊 他就写的这个 He leaded me of life's thought 就是这首诗 那他写了以后 他也没有想太多 他就把这首诗 就把这个东西就随手就交给他的太太 结果根据他自己描述啊 结果他太太 哎 竟然在没有征询过他这种状况之下呢 就把这首诗投稿了 就投到这个这个杂志啊 Watchman and Reflector那个杂志 然后这首杂志 这个杂志呢 在1862年的12月呢 就刊登了这首诗啊 那而且这首诗在这个杂志上面的这个笔名呢 就是用这个这个Counter code 哎呀我们也不懂什么意思啊 三年后 他到纽约的Rochester Rochester这个地方的第二进行会啊 去那边他可能要 应征那个教会里头牧师的职位啊 所以就去讲道啊当作面试这样 所以他就去那个教会里头讲道 然后那个教会他就很好奇想看看哎 这个教会平常都在唱什么诗歌呢 就随手就拿起他们的歌本出来 就一打开来一看哎呦不得了 怎么这首诗还背上乐曲就出现在歌本里面 这让他觉得非常的有趣啊 有时候就是就是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经历 那事实上这首诗呢 William Bradbury就在这个杂志里头就看见了 看到了这首诗就为他谱曲 而且就把它拿出来出版了 把它放到Golden Sensor这个歌本里面 所以这首这首诗呢 就就这样子产生了 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两首诗歌 一首是耶稣爱我 一首是耶稣灵我 接下来就请圣泉慧小姐为各位来演奏这两首诗歌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在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演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